男人的脾气影响他的事业,女人的脾气影响他的婚姻,每天看一遍,慢慢你会改变。 泰国的传奇人物,白龙王告诫,人只要脾气好,凡事就会好。 很多人来到这里都问我,我的事业好不好,家庭好不好,孩子好不好,姻缘好不好,我只是回答一句,你的脾气好不好。 人的一生都在学做人,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,没有办法毕业的,人生不管事是农工商,各种人等,只要学习就有进步。 第一学习认错,人常常不肯认错,凡事都说是别人的错,认为自己才是对的,其实不认错就是一个错。 认错的对象可以是父母,朋友,社会大众,上帝,甚至像儿女或是对我不好的人认错,自己不但不会少了什么,法男显得你有度量。 学习认错是美好的,是一个大修行。 第二学习柔和,人的牙齿适应的,舌头适应软的,到了人生的最后,牙齿都掉光了,舌头却不会掉。 所以要柔软,人生才能长久,硬板而吃亏。 心地柔软了,是修心最大的进步,一般形容执着的人说,你的心,你的性格很冷,很硬,像钢切一样。 如果我们像柴门说的调息,调身,调心,慢慢调伏像野马,像猴子的这颗心,令二柔软,人生才能活得更快乐,更长久。 第三学习隐忍,这世间就是忍一口气,风平浪静,退一步海阔天空,忍,万事都能消除,忍就是会处理,会化解。 用智慧,能力让大事化小,小事化无,要生活,要生存,要生命。 有了忍,可以任性世间的好坏,善恶,是非,甚至接受它。 第四学习沟通,缺乏沟通,会产生是非,争执与误会。 最重要的就是沟通,相互了解,相互体谅,相互帮助。 大家都是龙兄虎弟,互相争执,不沟通怎么能和平呢? 第五学习放下。 人生像一只皮箱,是要用的时候提起,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下,硬放下的时候,却不放下,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,无法自在。 人生的岁月有限,念错,尊重,包容才能让人接受,放下才自在啊。 第六学习感动,看到人家的好处,要欢喜,看到好人好事,要能感动。 感动是一个爱心,菩萨心,菩提心。 在几十年的岁月里,有许多事情,预言感动了我们,所以我们也很努力地想办法让别人感动。 第七学习生存,为了生存,要维护身体健康,身体健康不但对自己有利,也让朋友,家人放心,所以也是孝亲的行为。 如果你是对的,你没必要发脾气,如果你是错的,你没资格去发脾气,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 可惜大多数人没有想透彻,一女孩上火车,见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男士,他喝对自己的票,客气地说,先生,您坐错位置了吧? 男士拿出票嚷嚷着,看清楚点,这是我的座,你瞎了? 女孩仔细看了他的票,不再作声,默默地站在他的身旁,一会儿火车启动了,女孩低头轻松对男士说,先生, 您没做错位,您坐错火车了,有一种忍让,叫做让你后悔都来不及,如果好叫能解决问题,女早就统治了世界,控制脾气,温柔说话,每天晚上睡觉前问问自己,今天我发脾气了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